大家好,我是Din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目前很少韩国SNS的梗 Wonnyang Jok Saku Wonnyang Jok Saku是引用爱不抢网娘平时在广播或访谈中极多乐观的思维方式 由一位粉丝模仿后开始流心 渐渐的变成了包括艺人名人非常多人都在使用的一个梗 抢网娘平时的乐观态度本来就很有名 但这主要是在喜欢她的粉丝们之间偶尔提及的程度而已 但是在2024年3月15号 一位抢网娘的粉丝推特账号发布了一个模仿抢网娘的贴文 首先,之前抢网娘发布过这样的内容 昨天我吃了一个超好吃的司康饼 不过我真的是LuckyVicky 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有热腾腾的司康饼出路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新的司康饼出来 我觉得我得现在就吃 所以我马上咬了一大口 哇,真的太好吃了 Vicky是抢网娘的英文名 然后这位粉丝在推特发文 乐观思维,水还剩下一半呢 悲观思维,水只剩下一半了 原因是思维 我练习结束后刚好想喝水 猜猜发生了什么事 水刚好剩下一半 如果喝一瓶就太多了 不喝则又不够 所以就想,如果剩下一半就太好了 真是太幸运了 这完全是LuckyVicky 这个天文在韩网迅速传播 很多节目艺人政治人都在使用 Won Young Jok Saku和LuckyVicky 就连大企业公司内部教育的时候 也使用Won Young Jok Saku来教育员工们 甚至连毕生客也使用了Won Young Jok Saku这个梗 在这里我说甚至的理由是 而不是毕生客的竞争公司 Papa Juice的代言人 重新给大家整理一下 Won Young Jok Saku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乐观思维的心态 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积极的转化 随着Won Young Jok Saku这个梗的流行 在韩国越来越多的人表示 想要仿效强Won Young的积极心态 这不仅限于网络民营或对话中的表达 在实际生活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采用Won Young Jok Saku 来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Piki是Won Young的英文名字 以为LuckyPiki本身就是民意 但以押韵来看也是LuckyPiki比较好听 如果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说Lucky丁丁的话 反而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现在把LuckyPiki大一个词才是对的 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谜 可能是因为最近看爱豆圈有太多负面的东西了吧 即使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如果能用乐观的方式想 反而这样会更幸运啊 这就是Won Young Jok Saku 我们大家都来Won Young Jok Saku吧 在YouTube上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新影片更新 还是有这么多人来看Danku影片 我真的是LuckyPiki잖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网友上传的天文 如今死没有正式的队长 但是民集给人一种非官方队长的感觉 这理由是因为 除了民集之外 其他成员们是 外国人混血中学生和小猫 外国少女混血少女小猫中学生 然后一个姐姐 画得真好 能一眼看出是谁呢 原来那小的是哈尼不是黑音 黑音的身高确实高很多 那个图里的哈尼真的好可爱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在性格差异极大的妹妹之间 辛苦的明集 我喜欢你和你 这个反应我常常吃饭 我吃饭的时候吃饭 我们逛逛 哇 哇 摆b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